11月4日 第36届金鸡奖电影节落下帷幕 叶童为获奖让人感到遗憾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最佳女配角的金鸡奖被永安镇故事集中的小顾 也就是黄米依摘得 而叶童在《我爱你》中却空手而归 令人意外 赵新冠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叶童的演技也被欲为神奇 很多人都认为她是最佳女配的不二人选 结果却势之交臂 让观众感到惋惜 有网友表示 最佳女配只有叶童 其他人都不配 最佳女配角爆冷 最佳男配角却是众望所归 69岁的老戏骨李雪剑 凭借《分神》第一部中的机商一角 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李雪剑在领奖时也展现了高情商的一面 电影是团队的成果 荣誉是大家的 最佳男主角的金鸡奖由梁朝伟拿下 梁朝伟在《无名中》的何先生 让他成为了史上第一个三金影帝 梁朝伟获奖后 刘嘉玲摆出了一个造型 梁朝伟则是笑了笑 在感言中说 这个奖是剧组的 十分谦逊 最佳女主角的金鸡奖 由何赛飞凭借吹月获得 如今金鸡奖夜同空手而归 对此你怎么看呢